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何对孙坚说 我没有万语经济啊 如果我不这么说 他能把他的三千战戚交给我吗 大哥 此行我们是孤君追侠 董卓虽然败了 但他的西凉败军仍然不下一数万啊 秤圣京军不在兵晚 窥逃之势无惧其多 可吕布在他身边啊 此人可是羞勇无比啊 你估计自己站得过吕布吗 惭愧 如论咱打独斗 我非他之敌 但如论排队不认 他不是我的对手 说对了 吕布虽然小勇 却是一介匹夫 绝对撑不了气候 其良军虽多 也是强弩之末 我军虽少 却是乘胜追击 两者一胜一衰 胜负力霸 听着 劲敌之后 你无需立战 只要多部宜兵 虚张声势 让西凉军魂飞胆葬即可 而交战之时 你也不要去战旅部 更不用去取董卓的手机 我只要你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给我劫回天子即可 遵命 天子啊 老陈的命苦啊 老陈是天底下命最苦的人 苦的就像是车轮底下的野草啊 我苦的就像是石头缝里的黄连 老陈为了救助大汉 不喜抛家舍业 从西凉来到了朝廷 六年多来 老陈是吃不好 睡不好 偶心立血 我是如领夺兵 老陈的一边中心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是满朝的宫秦大臣 对老陈的恨 换来了中原诸侯 对老陈的怒 换来了 蜀不清的冥枪案件 阴谋诡计 老陈知道 天下的人恨不得 剥老陈的蹄 食老陈的肉 老陈被他们逼的是 步步走在刀刃上 老陈是天底下命最苦的人呐 你说是不是 天子啊 咱家可是跟你掏心窝子了 你是老陈唯一的一个亲人呐 你别忘了 是老陈 把你摆到这个地位上的 既然我能把你摆上去 想扒了下来你 那就扒了下来你了 老陈对你是一片中心 你也要中心于老陈呐 你说是不是 你明白了吗 明白没有 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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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贼军追上来吗 不必惊慌 我已命李国二将断后了 奉仙啊 小心护驾 遵命 放 澳門 一夫 一夫 紅衛做好 義父 義父 小姐五六 女不在機 站住小心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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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这世上有我救如你 再急 快快 快快 快快拿住 高陈 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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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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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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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蝉小姐 丢蝉小姐 丢蝉 快 丢蝉 丢蝉 天地之间茫苍苍苍 你是多少好 母亲 多谢前君救命之恩 生父有爱 不久长 去入大江山 丢蝉 登额 对 丢蝉 将军 老爷 您慢点 吊蝉 小姐 义父 好孩子 安然无恙啊 我没事 好好好 我批的这是 是 是凤凰涅槃 仓乐 舳公升大火 长乐便成祸 下说 爹 虽说贼兵都跑了 可是我们得到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这皇宫好大 我要是早生十年 就可以到这里来玩玩了 千儿 刺耳 东贼乱京 货满天下 四百年的大汉王朝 一夜间竟变成了一片灰烬 这是大汉的命啊 主公 你看 主公 这是大汉天子的 传国玉玺呀 传国玉玺 末将年幼的时候就听家父说过 这传国玉玺上写着八个字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春秋年间 便和采玉进入金山 看见一只金缝 落在一块大青石上鸣叫 便和便抛开青石 采得一块绝世美玉 便把它献给了楚王 前面六国后 这块玉就落入了秦桓的手中 丞相李斯啊 亲自撞刻的这八个字 嘿嘿 秦桓就把它列为传国玉玺 玉传百事千事万事 嘿嘿 嘿 主公 你看 就是他呀 陈母叔叔说得非常对 爹 全儿也知道 那你说说 秦皇寅政得到这块传国玉玺以后 根本就没有传千事万事 仅仅传了两事 报秦就亡了 后来 由我高祖皇帝一统天下 建立了大汉王朝 玉玺落到了高祖手里以后 又传了十五代君王 西汉末年 王莽窜逆 校园皇太后 就用这块玉玺杂贼 玉玺掉在了地上 崩坏了一脚 后来 将人们就用黄金相补了 二弟 你是怎么知道那么多的 那是应该的 主公 今日上天 把玉玺受命于主公 走见主公 有九五至尊 就用这新英文 到家里 你 你的 何 祝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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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爹可以称帝了 哥哥 可是谁知道 这东西是福是祸啊 别胡说 哥哥 难道你忘了吗 秦皇险阳他传千事万事 可仅仅传了两事 报秦就亡了 住嘴 长婆 末将在 传令各部 立刻收拾行装 明天一早 随我返回江东 遵命 报 报 朱珠 远盟主率领诸侯大军 快要进城来了 他们到底是来了呀 朱珠 这个说法 已是 禁不能剿贼剑弓 退不能保镜安眠 惭愧 愧对列位先祖先皇 哥呀 这说两句就行了 谁知道先帝爷 他听得见听不见 刘备 今日在先祖先皇面前立誓 此生此世 臣定要剿灭叛贼 堪平四海 光复宗庙 忠兴皇室 玄德老弟 我请问你 袁绍何在 我听说在迦德殿上 为孙坚治酒庆功的吧 你可愿意随我去见他一面 好 我与你去 孙将军 请 孟德兄班师回巢了 情况怎么样 大圣而归吧 救回圣家了吗 我 我没有得胜 我大败而归 而且败得极惨 我兴叶率兵 追杀董卓 不要在行阳 遭遇吕布的伏计 不及伤亡过半 如果不是曹洪 把他的战马让给我 此刻 我已经命丧吕布几下了 蒙德孤军追杀 勇冠三军 随败有荣 是吗 我也有一句 痛彻心扉的话 想说 你说 说 匹夫说子 不相欲谋 曹操 你这话什么意思 袁绍 袁盟主 我等会盟以来 至少有三次机会 可以把董卓扑灭 可是 都被你们 生生给错过了 好 第一次 就是我等 会盟之初 我建议 趁董卓无防 兵分五路 攻取洛阳 可是你们不听 第二次 就是董卓刚刚出关的时候 我建议出骑兵 恭喜董卓的后方大义 可是各路诸侯各位名利 争权夺利 勾心斗角 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率先出兵 第三次 就是董卓西前我率兵追杀的时候 你们本该派出 所有的旌旗 肖将 行业持援于我 可是你们都按兵不动 支持我大败 这话就是 孟德兄不对了 你为何追杀董卓啊 那是因为你贪功心切 孤军深入 为何呀 你想独自竭得天子嘛 怎么样 中了董卓的圈套 那才大败而至 没错 我是有些轻率中了董卓的伏击 可是在我被伏击之后 如果能有上万的旌旗 继续追杀下去 一定能够斩杀董卓 皆会生下 因为已经有了一次伏击 就绝不会再有第二次伏击 董卓伏击得逞之后 必然只得一满以争交兵 他料定我们不敢追杀 根本想不到追兵之后 还会再有追兵 孟德此话 深得兵法精髓 只可惜 我兵败之后 实在是 无力继续追杀 可是我回来一看 各位诸侯居然在这儿 彭羊宰牛 饮酒作辣 我曹某 昺 옛宫 已经看透了列位的心计 你们名为伏汉狗贼 实际上 都是在谋取自己的私利 曹某 身以为耻 仅此 告辞 你这是 玄队也要走吗 将军且慢 其实在下早已经告过此了 只不过内心还有报国之私 所以才徘徊不定 原盟主既然问起 在下正好直言 我三兄弟自惠盟以来屡历战功 可是非但没有得到任何犒赏 反而处处受到刁难 今天刘备也斗胆问一下原氏兄弟 你们二位是想除贼服汉呢 还是想借除贼之名 趁机掠取天下呢 所以我刘备宁肯落入草码 也羞于耳朵为我 原盟主 我孙坚自入盟以来 始终担当先锋大任 破白马战虎牢 可是一直得不到大营的知觉 只是我江东子弟死伤过半 我孙坚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请孙将军的话 向师也要告辞了 不错 君子绝交 不出恶意 我战上发作 不能再战了 我准备明日率部 弹回江东 孙将军之急 恐怕不是战伤吧 是为了那块传国玉玺吧 你说什么 文台兄 俗话说得好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那块鱼玺 是天子的命脉 朝廷的大宝 任何臣子 都不得私自藏匿 否则就有不臣之心 有谋国之嫌哪 你竟然拿到了传国游戏 为了避免众诸侯起义 理应放在蒙主这 日后 我也好敬献给朝廷 归还于天子 并作报你的护国之功 否则众诸侯会说 我们舍生冒死的狡贼 贼在哪呢 原来我们自己的大营里 出了妄想篡地的国贼了 怎么 袁盟主暗部假释 是想杀了我们 段段不是 不过我既然身为盟主 就必须要秉公办事 为朝廷拿回窗国遇袭 这点还请文台兄多度见谅 来人 将孙剑撒下 来人 在 王智英 文台兄 别误我 你我还是从长计一把 请袁盟主讲清楚 我孙奸有没有藏匿传国玉玺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孙奸是不是妄图称帝的国贼 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 好 那你以后如何对各路诸侯解释 我就说 孙将军战伤复发 隐兵回江东养伤去了 分崩留息 恩断义绝 反目成仇 不知何日才能相见 再见时 也不知你我之间 是敌是友啊 今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孙奸绝不与两位英雄为敌 只要是忠于大汉之人 便是我刘备之友 只要叛汉驻贼 不管他是谁 都是我刘备之弟 说得好 说得好 宣德 请问你准备往哪里去 我已得到公孙将军邀请 前往平原县暂住 请问曹将军孙将军呢 我准备引军前往扬州 别图旧国之道 我妈 自然是 反将军固理养伤 生育后 只能报警安民了 可叹啊 十八路英雄豪杰 刚刚骑士 却有心思 从此后 汉庭霍乱 无休无止啊 宣德此言 时有不缺 恕我之言 十八路诸侯当中 只有孙文台兄 你我堪称英雄 其他人物 不是英雄 而是萧雄 我料 要不了多久 他们之间就会拼个你死我 所以 我们选择尽早离开 是为上上之策 刘备 仅此告辞 宣德 曹师 武忠 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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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 曹将军 孙将军 保重 刘备 文太兄 告辞了 文太兄 刘布 在下有一事相问 如有难言之处 你可以不回答 请问吧 你真的得到了传国遇袭吗 文太兄 恕我直言 在我看来 此物并非福气 而是祸害 袁术袁绍杰有君王之志 无不贪恋此物 你得到的只是一块石头 却可能树敌于天下 梦得此话 诱儿小儿孙权说得倒是十分相近 孙权 权儿 不讆见就废面了 和我家就谱了 我要找到每个玉玖 你往哪儿呢 我都不不未来 你能担心 你才想想想想想想想操尔 刹尔 轩尔 我们走 保重 江东孙氏 满门英雄 可敬可叹 更可律 袁绍 给我送了一封密信 约我在三斤渡截杀孙间 夺取传国玉玺 事成之后 许我记住三座城池 并报以黄金五千两 战马三千匹香蟹 袁绍 为何非要让我截杀孙间呢 此举 不是有使我荆州府的人意之风吗 不是让我刘表 左右为难吗 主公 袁绍的势力比孙间强盛很多 他既然想夺传国玉玺 则说明他怀有君王大志 主公如果能助他一臂之力 那么不但荆州无忧 日后我们还可以借袁绍的势力 相机向青州 济州一带扩展 如此 主公的前途不敢限量啊 再者 孙间速来藐视我家主公 江东战船也不时侵犯无尽 末将赞同与袁绍结盟 孤杀孙间 尽袁绍之力 消除荆州大患 孙间骁勇无比 听心而论 你二人是孙间的对手吗 主公 孙间勇虽勇 但他勇勇无谋 再下有一计 如果主公能一计行事的话 定能灭掉孙间 父亲 有一人自称是袁树密室 想要见你 此人何在 你是何人 为何要见我 在下袁树帐前谋事 范进 受袁将军所托 在此专后孙将军 何事啊 说吧 将军请看 地元树百败文台兄 先前惠盟时 地苛寇将军良祥等事 全是奉袁绍所命 袁绍早有帝王之心 意图借惠盟之机 壮大实力 取代董卓独霸天下 现在他已经秘姓金周刘表 须以重力 约刘表在三经渡射服 截取传国玉玺 文台兄千万小心啊 袁公路为什么把这么机密的事告诉我 难道他不是袁绍的兄弟吗 同姓未必同道啊 我家主公乃仁义之君 袁绍则是假仁假义 口觅覆见之徒 我家主公不忍见孙将军蒙难 更不愿让袁绍霍了天下 袁绍在信中 大谈对我孙间的敬重之情 要与我结成生死同盟 共图大业 两位袁氏兄弟 表面亲如手足 内心都是尔虞我战 以我看来 这两人 都是贪图我的传国玉玺的 你们说说 我们如何应付 父亲 以我看 袁绍比袁绍更多 更可恶 他连自己的堂哥都可以出卖 末将的意思是 我不 刚受重创 主公又身负战伤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与刘表交兵 我们还是设法 绕过三金渡吧 三金渡 是反江东的要道 我已经命令渡船 在那里等候 如果绕过三金渡 飞弹渡船在那儿白等一场 而且我们的归程 要延迟二十多天 特别是 各部已经断了粮 而我们的后续粮草 都在渡船上的 末将有个想法 请主公不要生气 说 万般祸事 都源自玉玺 主公自从得到那方 传国玉玺后 各地诸侯 都像恶狗一般 瞪大了眼睛 眼下 袁绍 袁术 贪除玉玺 主公何不抛出他来 让二元相争 如此可保江东太平啊 皇叔万万不可呀 这传国玉玺 乃是上天授予我父亲的 岂能让给他人 要我说 父亲 刘表现在已经老迈昏溃了 绝非我敌 只要我们集中五千金兵 由我来打先锋 我保证在三个时辰之内 擒下留表 攻克荆州城 儿啊 荆州城防监时 城中又有数万兵甲 仓促之间你攻不下呀 城铺黄盖 不将在 你们俩率本部人马 在三金渡北面 射下一兵 诺 孙策 孩儿在 你率两千金兵 在南面射下埋伏 诺 如果刘表敢动兵家 你们相机杀出 只起刘表手机 父亲 那你呢 刘表不是冲我来的吗 要守座 那我带几百老弱残兵 去会会的 刘表 刘表 温太兄 别来无恙 刘兄 此行何为啊 特来给你送一份玻璃 袁绍给我的密信 果然如此 袁绍让你劫杀我 你孙坚最了解我 我刘表将过半排 体弱多病 胸无大志 手无长计 我只想保金州九郡 上不负黄恩 下不负黎明百姓罢 可是袁绍却让我在此设服 让我截杀足下 这真叫我左右为难 敢问刘兄如何决定 我思来想去 只有率军在此不振 其用意是假作拦截 遮人耳 服衍原哨 现在 闻太兄 你可以率军冲过我的战阵 直奔三金洞 请你放心 只要跪步的号角一响 我金州的军阵立即败退 绝不交战 之后 我可以向袁绍禀报说 我刘表无能 拦截失败 我金州的兵马反而遭到了损失 这样 我就既不得罪他袁绍 也不得罪你孙奸了 闻太兄 这就是我的两权之策 你意下如何 此话当真 当然 不过 我确实还有一个邀请 将 从今往后 因我两家和平相处 你江东的兵马 再不要侵犯我金州的境界了 刘兄 今日起 我江东兵马永远不会过金州境界办 如此 老朽多谢了 闻太兄 你现在可以率兵 冲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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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江东的橘子 我冲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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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才有冲杀了 你只能敲 冲杀了 我冲杀了 你还要乡我冲杀了 山川依旧 孤沾长山 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见殿平生之微愁 情可以煮酒 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 水时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自你也封了 不是空也不是药 一里映魂到永久 不是君也不是流 往来在人间 天下英雄 与天的同声 与天的同声 天下英雄 天下英雄